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條片就是我和Dora的交換手信計劃 試完有一次吃飯 我和她差不多時間隔一兩個星期左右 互相去旅行 我跟她說不如拍一條片 我買手信給你 你買手信給我 她又一口答應 行動力是很快 沒錯 現在我們兩個已經有各自的手信在大家的手上 鏡大包 我們各自拍了一些片段給大家看 我們當時買手信的心情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HELLO 大家好 我是Dora 我和Hidy會玩一個交換手信 一隻是1000元 我現在人在韓國 她買了我的份是在台灣 我現在想去韓國的 我覺得她很喜歡 我覺得很漂亮 第一個我看中的就是這個 澳洲短尾袋煮的一個盲盒 超級可愛的 她一盒有六款的 有六個款 看看她抽中哪個 超級可愛的 這個膠布超級可愛的 裡面有很多款 這些小物都很可愛 你看看這些 這隻小蟲子有一個圓圓碟 等著自己也買了一堆 經過我這幾天的搜集 這一袋就是我買地Hidy的東西 裡面真的包羅萬有東西吃 有些可愛東西 有服飾類 還有一些化妝品 護膚品 全部都是我覺得她應該會喜歡的東西 還有有些是我真的知道她喜歡那類型的東西 所以買的 希望她喜歡 因為平時的開箱 我通常都知道裡面大約有什麼 但是今天是完全不知道 所以大家是陪我一起真的開箱 這個韓國手信 我們要有儀式感 一起打開它 很緊張 裡面有些什麼 是一頂Cat毛 我超喜歡 而且這個質地很適合秋冬的燈芯 我很少藍色的東西 所以怎麼辦 超喜歡 好漂亮 我們是完全沒有合過 但是做了同一件事 不知道你會不會在家裡穿襪子 實在太可愛 其實我自己也挺喜歡買家居襪子 因為我很想養成這個習慣 是一個很養生的事 我的中醫經常叫我在家裡穿襪子 但是我經常都不記得了 超可愛 它是很聖誕節 一個小熊 我會因為這對襪子 而有穿家居襪子的習慣 超可愛 我喜歡這隻 很紅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我的Instagram 或者Story 我經常都會找他們的圖案 去做背景 記得你有段時間 經常用她的IG Filter Dora你有留意到我的Filter 是用她 看看幸運之神 抽中哪一隻 她六個都覺得很可愛 她在喝咖啡 然後她上面是喝到有泡泡酥的樣子 超可愛 我是很喜歡草這些可愛小物 小時候是一套一套的買 大家如果看到我水晶櫃 記得我整個櫈蛋的貓 不抽 直接買了一套 然後實在家裡太多東西 我就越來越少買了 我是很喜歡這些的 其實 一樣開哪個好呢 裡面是超豐富 我現在很害怕 她開我那份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這個人搞什麼 因為我在泰國已經很盡力了 我不想全部都是食物 我想什麼都有 但是我又不想買一些好公仔的東西 雖然你不喜歡持購 但是很有趣 不買不行 這個是... 是膠布啊 你好厲害啊 Dora 我想說我是喜歡操膠布 超漂亮啊 它裡面還有很多 裡面的圖案有小白 小套 全部都超可愛啊 然後開了很大的這一份 快來冬天 小到可能會很冷 由春節陪你暖粒粒 它是有一個的番薯 我最近才自己去摘完我種的番薯 讓我打開它 摸下去是超舒服 超軟綿綿的那種珊瑚 超級無敵 趁冬天 趁聖誕節的一個暖戰 大家看不看得到圖案呢 而且它的大小是剛剛好一個人 鋪著 我晚上剪片就不怕孤單寂寞 好棒啊這個 然後下一位 聽說很好用敏感精華 我這個牌子呢 我最近也有啊 但是應該沒有同一枝啊 我也很想試一下 因為這個牌子好像剛剛 開始是挺熱滿 多人討論 所以呢 我自己也有想著去試啊 這個太可愛了 有趣到它也買了 它是一個APH的passport套 我現在就馬上打開它 因為我今年也算是非得密的 但是呢 其實我是沒有passport套的 我是就這樣把passport 放在袋子裡 所以呢 這一點對我來說呢 完全是實用 還有呢 是不需要放棄自己本身在用的東西 是 我終於擁有一個passport套 哇 它摸下去滑滑滑滑 很舒服的 然後呢 後面和前面的圖案都很有趣啊 我終於呢 是可以把那個passport收得好一點啦 然後呢 旁邊擺到bodingpass 或者是其他一些重要的東西 我不用就這樣放在袋子裡 實在是太好了 然後呢 之後呢 見你那麼喜歡試防曬 買這款給你試 作為一個長期佈曬的農夫呢 我真的很需要防曬 這個是Thoridan的 我有用過他們的精華 也有用過面膜 但是防曬呢 完全沒有用過啊 它裡面呢 有兩支的 Dora你有沒有買啊 我們可以一人一支啊 然後呢 它是寫著 Moisture Sun Cream 有SPF50加PA4加的 這個牌子呢 我相信是會比較清爽的 因為他們的面膜和精華 都是走這個路線推開的時候 很舒服啊 是很輕身的 屬於很清爽 沒有任何負擔的防曬來的 然後呢 下一樣 我們繼續 哇這個這麼漂亮的 它的包裝呢 是整個油畫的 這個和綠色零食 都是藍兒島買的 香味很適合你的天台 綠色的零食 應該是這個 它的樣子呢 又是很可愛啊 上面呢 是寫著 Green Onion Tofu Snack 蔥加豆腐的零食 這個讓我硬一點點 和金山一起吃 然後呢 這麼漂亮的包裝呢 就是一個Dress Perfume 可以用來噴衣服 它的味道是 嗯 很清新啊 我明白為什麼它會說是很搭我的天台 因為呢 會有一種你聞下去呢 是種植物大自然的味道 它會有 萊姆 Basel 還有Mandarin的 唉怎麼辦啊 我真的一路開 一路慚愧 大家看影片的時候呢 手下流程 我真的有用心去選擇 但是 實在太高質了 Dora送給我的東西 新出的 色號隨片選 希望你喜歡 這個呢 就是Flee的 一個 應該他們的順麗 噢 這個我也是本身自己很想買 我還想著在日本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有 是他們 最新出 應該是亮面的順麗 之前呢 他們那個是霧面的嘛 但是呢 我看到他們出了很漂亮 那個包裝 我已經忍不住開了 等我試完顏色和質地 摸下去呢 它是完全啫喱的 推開了呢 是一個草莓的 很透亮的 然後我如果用這一種的直膠素呢 這樣印出來 它會平均一點的 然後呢 是會有少少黏的 這一種的質地 和它的妝效呢 我會比較用來做一個lip gloss 如果當是胭脂呢 我很怕它會黏了底妝 包裝呢 是半透明 跟著好像一粒豆一樣 又可愛 又令人抗拒不了 這個是Romaine的 Sheer Tinted Stick 他有跟我說 他那天去吃飯 我們交換這個手信的時候 他說很好用 包裝超美 是一個漸變的顏色 然後呢 我是完全沒有擁有這個系列 我有很多Romaine的唇膏 他塗出來滋潤的 然後呢 又不會是太過glossy 因為呢 我自己有他們的這個叫做 Grafting Melting Balm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分別 又是我很喜歡用 亦都是Romaine的 他塗出來的話 是會玻璃咀效果 會更加柔潤的 你會看到那個反光的 豬油光效果 之後呢 這個系列應該是全新的了 忍不住 立即塗給大家 去看一下 它的顏色是比較透亮的 很舒服 不會在上面有一層 是張著嘴 然後呢 它不是100%可以遮到我本身的唇色 但是呢 是一個素顏 或者是化一些淡妝的時候用 都是非常好的顏色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04號色 其實我想說呢 全部東西收到呢 我都是覺得超級美 買了這個才能看到FREE 有更加美 不過這個也很有趣 它的包裝呢 是有隻公仔 超有趣啊 跟你的lip tint配一套的 它是 Colorgram的 它有貼紙的 我沒試過去買這個collection的任何東西 然後我也不知道這個卡通是什麼 但是呢 噢 好可愛啊 這個是 一個正方形的keep on 然後是怎樣打開的呢 噢 哎呀 弄花了 啊啊啊啊啊 好傷心啊 啊 回上去 可以的可以的 它這個是很小的上面 有個心心 剛才一打開那個角位呢 我弄花了這裡 它是一個highlighter來的 插上去之後呢 它是極度閃的 這個就可以印在這個位置 哇 馬上有一個水光的效果 然後呢 我就看到這個是補貨 我實在是太喜歡這個了 遲些呢 都會在一條影片裡跟大家去介紹 我簡直是放在桌面 是用到 剩下最後一兩張呢 是真的想著拍片的時候用 想著跟大家說一些去旅行的美妝好物 然後呢 多了就幫我補貨了 然後這一隻咖啡糖呢 真的是第一次見 還要是mint的 我覺得挺神奇 還有新奇自己買了三盒 它裡面呢 還有一個珠珠的戒指 等我現在戴著它 然後呢 它是寫著Ice Mint Coffee的 嗚 聞下去是很香咖啡味 還有它的樣子呢 是一粒咖啡豆的 超可愛啊 它吃下去呢 是好像Eclipse 是那個的質地 即是它是硬的 但是一咬就會變成粉 然後呢 是有一陣薄荷咖啡味 好可愛啊 它的薄荷整個口腔都包圍著是挺厲害的 一盒是25粒 我都很想知道在哪裡買 還有有沒有其他的味 例如朱古力 或者是一些Smoothie 一些Green Tea Latte 應該都挺有趣 然後呢 應該是最後一樣東西了 這個是一包韓國女團成員 推介的人氣零食 是這個樣子的 寫著Milk Classic 沒試過的 我亦都打算現在開來試試 一包都挺多的 這個是可以買回公司給朋友 給同事的那種手信 然後呢 它一條是這個樣子 它有點令我想起 旺旺的米餅 吃下去是甜甜的奶味 然後呢 它不是油炸很熱氣的感覺 上面呢 是寫著它非油炸的 吃下去呢 負擔沒那麼大 然後呢 會令你覺得 吃多兩塊都不是很邪惡的東西 它不是很濃味那種 所以吃完之後呢 不會說很頸殼 然後不會有罪惡感的 是一個很輕身的零食來的 我已經把今次的手信開了 我的感想就是 其實我們買的東西是很相似的 例如有化妝品 護膚品 然後有些有香味的東西 有零食 生活的小物 但是呢 我總是覺得 它開的時候 會一直都想 為什麼我要玩這個企劃呢 我買的東西 希望它會喜歡 我是選了自己很有興趣 我自己買了的 但是我會跟它的膚色 它的膚房去選擇 希望它喜歡的東西 所以今次的這個企劃 除了是我們兩個最高興之外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現在在韓國 在泰國 有什麼手信 可以買給你的朋友 很開心 他會陪我這樣去玩 大家可能有興趣 知道我們怎樣去認識 那時候呢 是同一個時間 我們是去了同一個活動 然後呢 都是自己去的 之後呢 因為會場很多人 全部人都不太熟 不太認識的話 我們兩個分別都有點射空 然後呢 又因為我們是有看大家的影片 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之後呢 我們就慢慢有聊天 之後呢 也都慢慢會一起出席活動 然後呢 就這樣做了朋友 因為很難呢 是有人明白 拍片的孤獨感 那種無助 你遇到什麼呢 你又不敢周圍跟別人說 就算認識了十幾年 但是你不是這一行的話 你不會明白 也都不會知道怎樣去跟他們去聊 所以呢 我很珍惜可以這樣互相去傾訴的關係 不是那種螢幕的好朋友 我們是會私底下去約吃飯 然後出來玩 但是呢 未必會是特意拍Story 去踢大家 然後耶的那種 也都是非常之多謝呢 他是陪我玩的一個企劃 我們沒有試過呢 是很合作性的拍片 我知道大家很想我們同框的 我們亦都在夾緊的時間 我很想很想跟他飛一轉 實在太好奇 他這個逢飛必落雨 還有我這個天氣之志 究竟撞在一起 是誰贏 是會落雨呢 還是會好天呢 所以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希望呢 可以很快去實行我們這些企劃 我們不是為了什麼流量 或者是特意想做什麼cross over 純粹是因為一個友誼在這裡 我真的覺得很棒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不需要留言說我送給他那些 我知道了 我又開的那一刻 我都覺得很害怕 不過呢 一切都是心意來的 未來我去日本 我一定會補回數 一定會有很多很可愛 因為我會去的地方 應該有很多他會喜歡的東西 大家可以嘗試和你的朋友 去玩這個交換手信 或者未來交換聖誕禮物的遊戲 我覺得有禮物收 永遠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尤其是當你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整個開盲盒的過程 是充滿著驚喜 整個心情是很開心 很輕鬆地拍這條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她是很努力很努力 去想不同的題材 拍給大家看的 所以真的要支持她 好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